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英雄的部队 战斗在死亡之海 固守着西部边陲这一特殊领地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奉献在生命禁区 在大漠深处续写不朽的传奇 武警兵团指挥部组建三十周年之际 让我们跟随三位老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追寻历史的印记 感受大漠深处的感人故事 中国武警即将未演播出 大漠深处 是国家 毛利群武警兵团指挥部老兵 1984年掉入兵制部队 父母是军侃第一代 喜欢摄影和书法 对胡杨情有独钟 和毛利群结伴而行的 还有老战友 杨正清和陈志强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 这个银盘就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家 武警兵团指挥部组建三十年之际 三位老兵要一起回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的切木 寻找三十年前 那段不同寻常的记忆 望着机舱外浩瀚的蓝天 三位老兵的思绪 回到了遥远的三十年前 1984年8月 为适应任务需要 国务院决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组建一支七千五百人的镇团级武警部队 史称武警新疆总队生产建设兵团支队 这就是武警兵团指挥部的前身 兵指部队呢 是共和国现役武装力量史上的一个奇迹呢 为啥呢 为一支部队的组建单独发一支征绩令 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 而且这个组建的存在 七千五百人一个团 这在它现役武装力量史上也都没有了 哪有这么大的团 1984年秋天 在大漠湖阳陆续飘黄的季节 一批热血青年 带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在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直勤线上 担负起神圣而特殊的使命 这些人都是从在鼎坎长大的 全部是从鼎坎内部整理的 成为善于善无救命的行业带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这支几乎是一夜之间组建的部队 将会面临怎样的困难 伐无一见 一无一弄 极末单元 又没有什么强子 还要什么去卖服装 更恐难地 使我们时候全部都重要文件 没有什么交代 乌鲁木齐距离库尔勒约470公里 只有短短的40分钟航程 三位老兵记忆的匣子刚刚打开 飞机就已缓缓建楼在库尔勒机场 库尔勒市发音 郭勒蒙古自治州首府 是新疆仅次于乌鲁木齐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老兵杨正清实现梦想挥洒青春的地方 那是已经是12年没踏上这个土队 今天就回来了 我新生最美好的时光留给这片土队 在我35年的军事局生涯当中 我有20年在这边 1984年12月 杨正清由库尔勒武装部调入兵团支队 第二大队人大队长 后担任兵团指挥所二支队副支队长 支队长 在库尔勒前后工作了11年 对这片土地充满深厚的感情 如今的二车队营院远然已经找不到30年前的痕迹 对于三位老兵来说 或许只有在这里 才能找回他们年轻时厚重而深刻的记忆 一张张熟悉的老照片 一块块闪光的奖牌 一面面保存完好的锦旗 都在诉说着30年前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由于担负的任务特殊 部队多数驻扎在水道头 电道头 户道头 人道头的四道头地区 人际罕至 四周是一眼望不到兵的茫茫戈壁 常年干旱少雨 黄蜂肆虐 黄沙满天 浮渡都是能躲到七段以上身 跟那个走那个大雪山一样 胡吃一下 胡吃一下 当时那个形容有个说法 说这一个妇女抱着孩子 正在路上躲着躲着 噗通 孩子掉的土都找不到了 天秋抗风沙 夏季战酷暑 冬天窦阳寒 这些被称为军肯第二代的兵团人 以苦为热 发扬 无阳心事 像茫茫大漠 炸下了根 这个部队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能够存活下来 能够发展起来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生产建设兵团 这样一个活的样板 活的榜样 兵团痛恳事变几十年 有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 生产建设兵团的这种精神 实际上就是南宁湾精神 就是井岗山的精神 实际上就是我党我军的国防传统 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拼搏进取 无私奉献 就是这种东西 离开库尔勒行七十公里 过雨里 就逐渐进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 南疆风貌开始显露出来 若驼草 夺鲁马 红柳 鲁尾等奈涵植物 随住各界 前下部队的时候 要大概走多长时间 三天 就从我的支援部 到前我这个点 来走三天 其中 在有一个十五公里长的大沙河 在其中东西下面 前下第一杠 所以那个是最大事 沿着218国道继续向若羌方向前行 两边的植被越来越少 铺了瓦斯峡转入315国道后 沙漠的色彩越来越浓 烈日炎炎 沙海茫茫 一颗颗湖羊 为死亡之海 增添着绿色生机 现在就是胡杨了 顶烈日 冒酷鼠 斗风沙 战远 和咱们的部队的精神 是非常相像的 三十年前 陈志强和六十多名战友 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去的节目 如胡杨一般 在大漠深处 默默坚守了三年 哎呀我们这些小战士 过马上一开始这么多杀风 你哭了说吧 他就说 这咋只要走走 都是戈壁湯 不过他都把你拉到有人的地方去 别人能破练的 经过长达十一个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达切末 穿过县城 寻找老兵们的记忆 几经周遮 终于在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上 找到了三十年前 总队的救治 当年痴情港楼的底级 占什么居住的底窝子 蓄水用的水池 依然残存 用手平整图在训练场 篮球场 依稀可解 这一切都见证着兵团组建初期 那段最艰难的历史 这是你那个班吗 好多层 可能是一批又一批的人 最里面是输了薄膜 开前有日期的 这里 1984年到1987年 这还有一个 这是1986年6月14年 这是中国 面对荒漠风沙 打开尘封的记忆 诉说着昔日的情愫 老兵们 挤动不已 感慨晚现 快三十年了 想到部队组建出去 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我们的干部战士 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部队刚组建时 由于没有将 集养及军需物资 供应纳入军需渠道 生活保障 执勤训练 武器装备等 面临一系列的难题 为了解决住的问题 官兵们就地挖坑 从旁边的大沙盒 搬来石头 砌成15平方米左右的地窝子 有一次晚上在造的 风沙直接把地窝子 给走道给掀平了 战士下艘回来走的 转了地窝子 转了好几圈 找不见 自己下去了 闷在哪 进入冬季 戈壁潭异常寒冷 地屋子里面阴暗潮湿 喝的是烙坝水 又苦又涩 蔬菜粮油 得不到及时供应 许多战士 因此患上了疾病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这些人 很激动 我第一眼看到 你心疼我们的战士 这些人 条件虽然异常艰苦 但官兵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积极乐观 苦中作乐 在人烟罕至的茫茫大漠 出色地完成了各项 看守看押等值钱任务 夏春平 1984年8月入伍 原武警兵团支队第二大队 三中队三派战士 均肯第二代 1985年1月12日 在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 把年仅20岁的青春 永远留在了大漠神处 部队的困难牵动着各级首张的心 1988年6月 经国务院批准 武警兵团支队调整为 武警兵团指挥所 由正团级调整为副师级 困扰部队多年的军工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1996年5月1日 兵团指挥所调整为兵团指挥部 正式纳入武警内卫部队编制序列 2012年8月30日 由正师级调整为副军级 这位来了以后 听我们的老领导老板讲 回忆了当年部队的一个真实的历史 很受教育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我们这个部队 他们无怨无怨 那么这种精神 也就是我们现在兵制部队 概括提供的护养精神 也正是这种精神 激励我们一代的官兵 圆满地完成了党和国家 富裕我们的看养 以实行用 以及土都为文人 离开中队旧职 老兵们来到十二中队的新营区 这是一座园林市生态市景观市的营院 与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 绿树错落有致 花草生机盎然 崭新的营房设施先进 宽敞的宿舍整齐有序 健身房 娱乐室 预览室 网络学习室 一应俱全 营院后面养殖眷笔 鸡鸣鸭唱 猪兔成群 多具规模的种植园 果实累累 丰手在旺 不得建设这么好 三十天变化 天才地活 感觉又不像我曾经的家 老兵们参观营院的同时 食堂的操作间里一片忙碌 直到几位老兵来了 吹石班班长 陈尤浅 特意加了一道自己的拿手菜 这个看上去乐观爱笑的四川小伙子 是中队最老的兵 在吹石园这个普通岗位上 已经干了七年 见证了中队七年来的发展变化 部队里面有这种说法 就是作为吹石园 都是半个指导员 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偏远的中队 然后如果你做的饭很可口 然后他吃到了他爸妈妈那种 或者在家里面那种口味的话 然后他都会感觉到 这里有一种家的温暖 所谓重口难调 在陈尤浅担任吹石园的七年中 提起十二中队的伙食 没有人不交口存在 而今天和战神们一起用餐的老兵 面对荤素搭配合理 营养要素齐全 色香味俱佳的饭菜 也赞不绝口 七年来陈尤浅最深居大落 远离家乡 却早已把战友们当成了兄弟 把中队当成了自己新人身处的 另一个家 加油 加油 都七年了 我感觉在家里待的时间 除了都说的时间 好像在家里待的时间 都没在那久一样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2388天了 为什么算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这里待着 像我们这种兵 不一辈子 不可能是一辈子 待着这个部队的 待一天就会少一些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 是吧 确实不懂 因为我 当然就挺多的 我农村孩子 家里面不是很好 其实我感觉 部队家都还好 那种感觉 从我一让一开始的时间 如果我留不下部队的话 以后我只有499天的部队生活 陈有钱的泪水 流露出一名寂寞 分远中队的普通战士 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 也折射出新一代官兵 对兵制部队的热爱与忠诚 也正是因为这种热爱与忠诚 十二中队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近十年来 三次容易集体二等功 四次容易集体三等功 2013年 北武军部队表彰为 基层建设 标兵中队 满载着收获与感动 老兵们踏上归途 如果最后一片胡阳连事 老公们提议 近距离去探一探 其余的胡阳 虽没有秋天的金黄与美丽 但仍不是风采与美丽 他没有白羊的亭拔和伟爱 也没有松白的高洁和囚禁 更没有洋流的婀娜与多姿 然而 他总是效应平洁 根植大地 任风沙四月 任烈意烧灼 其实死去 光秃秃的枝干 也依然傲然挺立 就算倒下 也会在风沙的吞噬中 树沾他不朽的身躯 这就是胡阳的品格 也是武警兵团指挥部 三十年来 世代相传的精神 胡阳精神的一种真正的精神内核的东西 是我们兵指部队的官兵在三十年的这个奋斗当中 亲身感悟出来的 部队所担任务的多样化 也要求我们这支部队在继承弘扬呼阳精神的同时发挥稳定器大龙如示范区之作用 要当战斗队 工作队 冲产队更进一步的拓展职能 这些好制作 满成好任务 兵城胡阳精神 兵团指挥部走过了三十年不平凡的历程 三十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政治问题 连续十四年武职群事故 经受住了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 为建设新疆 保卫新疆 维护新疆 和兵团的社会稳定 做出了突出贡献 到达库尔勒时 夜幕已经降临 城市灯火烂闪 然而 面对万家灯火 所有人的心 似乎还在大漠深处的家 截斥人质 驾车疯狂冲抢 撑车 抵我对质 人质危在大气 撑匪顽固 解救人质困难通宠 意外情况一再化身 武警官兵能否救出人质 电关枪声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